家里有7580挖机箱改水挖的 别走 今天重点将你驾车 汉挖改水挖 必须要改装的部分有底盘 B 马达 咱先说底盘 这个叫主浮箱 高度有1米3 轻易于挖泥作业 一对主浮箱就够了 整机组装起来不超宽 总宽就3米 当然2米8的尺寸也可以做 这个叫侧浮箱 当施工现场水位超过主浮箱 箱体自身的高度 那侧浮箱就派上用场了 它的主要作用就是增添浮力 让挖机可以漂浮起来 下面来讲B B的改法有两种 第一种是在原B的基础上改 把大小B各加长几十公分 或者小B单独加长1米 第二种是直接再采购一条加长B 小挖机一般8到9米就够用了 地区情况不一样 B的要求长短也不一样 最后来说行走马达 原车马达不建议用 浮箱重量比原车底盘要重得多 所以原车马达 它是带不动这套浮箱的 需要再采购一对加大型号的马达 小型水蛙双驱也就是一对就够用了 以上就是基本的改装方案 如果你有特殊需求 找长河的顾问 一对一解答